中华民国全国工业总会和印度工商联合会 最近在印度首都德里联合主办台印产业高峰论坛 现场宣布台印签署有关电子制造和绿色科技领域 总共三项合作备忘录 经济部次长陈振奇出席开幕典礼见证双方合作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 我们和其他国家有这样的平台 论坛现场台印产业界代表大约500人出席 陈振奇表示印度政府的再印度制造和生产激励计划等政策 和台湾的新南向政策相辅相成 展望印度经商环境持续进步 为台商带来更多企机 我是很高興知為你們的 around discussion 我們在串通商資產品在研究機器 它是個大象的例子 讓工資的體能力合混在大學跟大學動物體的大発開 印尼它是在啟發成一個全球社會的制裁 印度商工部官员则表示 印度政府正积极简化投资程序 目前正为外商建立单一注册窗口 经商申请程序所需日数 渴望减到三天 终极目标是一天 期盼借此吸引更多外资前来